这个问题是问为什么婴儿不爱眨眼睛 我发现我这个知乎账号很多关于婴儿和孩子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 我是一个关于 其实我是非常关注婴儿和孩子 这些关于早教的这个问题 不是我早教 我觉得这里很有趣 有很多人可以破解的奥妙在这里面 是对我有意义的 并不是其实也没有说明我多爱孩子 我不是在鼓吹这个 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对我有巨大的帮助 那么这里他提的这个问题呢 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杂眼少 首先我先说一个我的概念 就是科学的判断对人 就是所谓的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判断人 是有是有是有边界的 就是他只能在已知的区域里来判断你 在在已知的区域不能判断你的时候 不代表着你这个东西 就是你这种表现 是一种消极的 是一种这个无可救药的 不能是这样理解的 只能说是现代医学 他要拼命的来发展 而且这种发展是无尽头的 有一个老师的说法 我还是非常的挺好的 是吧 一个呢 是我们已知的来判断一个事物 不能在判断的时候 证明我们的已知还得要去扩张 要积极去学习和进取 一个呢 他就你如果你懒一点呢 可以把它归异为啊 说上帝给你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暗示 给特别的一个呼应 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来的 也许是为了给你传递其他的信号 需要你的意志 需要你自己的信仰来解读这个事 一生解读不了了 因此这个妈妈看着孩子不眨眼睛 你就不要过于焦虑 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它是非常的这个低的关系 因为你不是全世界 你不能说你把一切都 全世界都解读给孩子 应该是对孩子是开放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太关注孩子的这个 你不能理解的东西 当然有些个 我们还是要关注已知的东西 比方说医学上 我刚摆读了一下 成年人眨眼睛的频率 是十到二十五次 每分钟 婴儿砸眼睛呢 是五到十次好像是 那你看婴儿 他就比成年人砸眼睛砸的 频率就低 你就说他真的说 两三分钟才砸一次眼睛 可能真的你 你得带着去医院看看了 如果你说他一分钟就砸了十次眼睛 可能就没必要 我看我自己一分钟砸了二十多次 他能才砸十次呢 我也百度百科一下 说这个没事 当然这个百度百科不一定准确 你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去落实一下 我昨天也做了一个节目 有一个朋友呢 去做美容 结果他眼睛就砸不了了 总是有两毫米的左右的缝隙 闭不上 你这不遭罪吗 人要闭眼睛是比较舒服的是吧 你不能让人闭眼睛 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我不太建议去美容 再者呢 我们发现比如说有一个大姐 有一个发言人 一个大姐特别喜欢砸眼睛 这个在心理学上 基本上也被我们世俗生活 所认识到的一种 就是肢体语言说谎 所以说这个人砸眼睛太多 叫斗机灵 这是积极的描述 还有消极的描述 你砸眼睛太多 你就喜欢说谎 所以你的孩子如果 在安全的健康的范围内 偏向于不怎么太喜欢砸眼睛 可能他更真诚吧 他是个 我是极度抑郁不开心 我别笑是吧 很容易就笑场 别笑 他可能是那个表现的真诚吧 所以说也不要太过于担心 我也不是医生 我也不是犀利专家 我也不是什么思想家 我自催我是出外农民工 这个大师 大思想家 其实是自嘲 抛个砖头吧 给这个父母啊 说孩子砸眼睛 只要是这个 我刚看的百头百科的 说一分钟五到十次 那你就别太担心这个事 过于不砸了 一分钟砸一次 或者两分钟砸一次 那就带着去看看医生吧 那你就别太担心了